大家好,我是中医古风博士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经常丘塞纳斯健忘他的病因和治疗 那么接下来我还是先通过一个具体的患者的病例 给大家来做一下分析 当然了,那么在病案的分析的过程当中 我也会给大家讲一下中医对健忘的认识 涉及到一些基本的理论和知识 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相信通过这样一个病案 大家就能够对健忘的治疗有一个基本的把握了 有这样一个患者 这个患者不是说特别特别典型的 典型的患者可能是老男人比较多 他男性当时才31岁 出诊的时候主速就是记忆力减退 外有腰细酸软、四肢发老、高血压的病史 一般像他这个年龄30岁是高血压的 多数是原发性的高血压 老男人就不一定 我问他在生活习惯上是不是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他说喝酒也比较多 健忘症的发病原因很多 当然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年龄 但是最近我们发现健忘症发病率有低龄化的趋势 相对年轻人而言 40岁以上的中老年更容易发生健忘症 从人的最佳的记忆力来看 那是出现在20岁前后 人体脑的功能就开始渐渐的衰退了 25岁前后记忆力就开始正式的下降了 当然年龄越大记忆力就越低 因此20多岁和30多岁的人被健忘症所困扰 其实也不是非常奇怪的事 此外健忘症的发生还与一些其他的外部的原因 比如说持续的压力和紧张 会使脑细胞产生疾劳感 而使健忘症记不嫁重 过度的吸烟饮酒 以及一些微量元素 维生素的缺乏 也可以引起暂时性的记忆力的恶化 近些年来 专家也逐渐开始认识到 心理因素对健忘症的形成 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因为到医院就诊了很多健忘症的患者 经过我们详细的观察 有好多有抑郁症的一些症状 但这个患者倒不是那个情况 他伴有的症状是肠感胸中闷塞 身体经常感觉有发热的感觉 但真正你用体温剂量一下的话 他体温不一定真的高 再有伴有头痛 头昏 头胀 鼻子 从感觉不顺畅 看东西也不清楚 身体不好 经常感冒 吃什么东西都没味儿 睡觉也不太好 经常做噩梦 这个病早睡五六年了 患者曾经到好多医院去找专家治疗 从来没有见到效果 舌苔略腻 舌下的纹络也是发紫 为什么这么多地方都治不好呢 可能一般因为出现健忘 记忆力减退的时候 多数医生往往首先考虑的是 气血虚弱 肾经不足 就会用补法 但这个患者年纪并不大 才30岁 照理来说 肾经气血并该那么亏虚 再有结果他的症状 尤其是舌脉的表现 辩证是细致血瘀 他就不是补法了 以逐一利落 凭钱为之 二诊的时候 吃了药半个月 头痛 头昏 胸闷 以及腰酸 吸软 明显的减轻 晚上睡觉也好一些了 就能够睡的时间长一些了 原来心情烦乱 现在也好一些 胎脖 舌下的子蚊转淡了一些 精神记忆力明显的改善 这个患者多促求治 久未见效 而我们是似乎要复诊 足症 明显的减轻 包括业魅也好了 心胸也开朗了 主要总结 还是治疗的思路非常对症 健忘这个病症 在中医的古籍 指的就是善望前世 但是思维意识仍然是正常的 我们在临床上要注意 他与吃大爷的智能减退 应该加以鉴别 痴呆大家都知道 多介于老年人 当今社会 老年痴呆也是一个 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个发病率也非常高 如果是病久体弱 并有其他虚弱的患者 多处神牢 如果是形体不弱而健忘 甚至有遗忘 而且与精神情质因素 密切相关 多为气神 他的功能失调 老年健忘明显 常见于脑落的淤阻 脑尾素 这个患者出诊 舌太宁 而舌下子蚊暗淡 这次中医 比较明显的淤血的症候 平时又有高血压 这就属于本须标识 首先治疗应该去它的淤结 用活血化淤的方法 另外中医历来就有 久病入落之说 包括健忘这个病也一样 健忘日久 可能就是脑落的淤阻 需要重点的考虑活血的方法 当然了 健忘这个病 也不是说在治疗上都是一样的 上述所讲的治疗思路 它是因人而异的 根据不同的症状 不同的体质 用药也有所不同 具体症状 还有具体分析 本期内容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